介绍一下冀州偶来八路段的主要地点 首先,一,药泉寺 药泉寺是可谓东方最大规模佛堂的寺庙 是从庭院可以观赏到冀州海边漂亮景观的地方 若被佛堂的雄伟压倒,只体验佛堂的规模 而心生畏惧地离去,就无法好好地观赏这里了 进入佛堂里面,内部是三层的高二十五米的大型结构 供奉毗卢遮纳佛的大际光殿的左右 一起供奉着药师如来佛和阿弥陀如来佛 后面有着后佛木真画 据说因制作繁琐而不同寻常 还想更好的看一下吗? 那么需要沿着左右的楼梯走上去 在那里,支撑佛堂的柱子上 雕刻着口寒如意珠升天的黄龙和青龙 二楼展示着建造寺庙时施舍的佛门弟子们 共同参与制作的八万个菩萨 三楼有五个转轮葬 佛门弟子旋转着转轮葬积累功德 从上去的路相反的方向走下来 有供奉五百罗汉的罗汉殿 一定要看一看 药泉寺还进行体验寺庙的日常和修行者生活的体验活动 在寺庙停留 吃着美味的食物 喝着茶 拥有自我反思的时间 通常的寺庙住宿体验都是在四面环山的地方 而药泉寺是视野开阔四季常青的地方 是可以休息和修行并行的最佳地点 接下来 二柱状节礼和新穿越 柱状节礼是指容颜冷却时 以六角形柱子的形状凝固而形成的地形 令人心胸开阔的汹涌波涛 和如同金雕细琢的 淋淋寻寻的黑红色六角形石柱 像屏风一样展现在眼前 柱状节礼是可以同时感受 大自然的伟大和绝妙的资源 被指定为天然纪念物 柱状节礼是主要出现在 玄武研制熔岩类的柱状垂直节礼 是厚重的熔岩从火山口流出后 急剧冷却时发生收缩作用的结果 这里的柱状节礼高度为30到40米 宽度约1000米左右 可谓大韩民国最大规模 从地质学上是柱状节礼 但从行政区域上看 是西规浦式中文洞 以前这里被叫做 所以也称之为 岩石 从柱状节礼带遥望的海景 不管是晴天 还是刮风天都很精彩 海浪巨大石 高度20米以上 喷涌而出的波涛 演绎出波澜壮阔的景观 此时可以享受 一边呼吸浓郁的大海气息 一边欣赏天赐美景的幸运 现在让我们再次上路吧 在柱状节礼 沿着八路段道路行走 将到达新川越 因为像银河一样 在天地渊瀑布的深谷之间流淌 而得名新川 据说也指悬崖峭壁 新川越的火山口是马蹄形 顶峰有别老川烽火台 古时候与东侧的大谱 西侧的唐谱 互相传递了信息 因为自生着松叶绝和镀音等珍惜植物 将这一地带指定为天然纪念物 保护了起来 从新川越顶峰 俯视的蓝色大海和中文旅游区 如梦如幻般融为一体 一定要在新川越稍事休息 度过一小段休闲的时光 因为木制栏杆和台阶延伸到顶峰 可以安全而轻松地到达新川越 就像那个坑像轶路